内湖行善设宅 从去年12月中开始交污 到今年1月止 就累积了2000多件的球散通报 其中包含天花板 以及墙壁裂缝的工程瑕疵 住户天花板跟墙面军裂 水管接缝处也爆开 还有漏水问题 新城屋遭报问题多多 也把主则的台北市都发局 推上火线 我也希望说未来都发局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必须要先去进场去了解 是不是营造厂的问题 而不是一味的就是 遇到一个破洞 去补一个破洞 那只要是住户有通 有发现自己住家 有一些问题的话 他可以通报到 那个我们的社宅云的部分 那会跟我们营造厂去做 第一小时之内就会做会刊 那如果有需要备料的话 也会在六小时之内 去赶快处理 2245件首产通报中 2222件属于更换电池 环境打扫等住户服务类 只有23件是补墙工程 目前也都已经完成 记者实际询问 设在住户则认为 房子问题不大 除去漏水这一方面 有但是这个是刚开始点交 会出现的状况 但是因为他们有 蛮完整的那个修缮的程序 所以其实都蛮快就解决 后续可以帮忙修正的话 会觉得就是就是还好 台北都发局表示 希望出面爆料的住户 可以尽早通报修缮 让相关人员到现场 理清状况 虽然都发局反应迅速 不过新城屋就出现 不少工程问题 是否在验收时 是否该提高标准 免去住户点交后的疑虑 也省下后续修缮 花费的人力物力 华氏新闻张哲李红杰 台北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